所以今天可能會輪動到營建資產這個角度 為什麼? 有假外一條 你馬上想到 哎呦 通貨膨脹 其實我跟你可以講 沒有什麼真的通貨膨脹 股票永遠都是在針對未來的東西 它是什麼? 過度的想像操作 然後你像投資人的行為 但是你說起來有點可笑 那我回頭問你 你現在昨天掌停板的太陽LED 是嗎? 是嗎?